總統蔡英文坐鎮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引引颱風卡努來襲 北部地區沿鎮以待 尤其是逢天文大潮 沿海地區更要注意集淹水 另外宜蘭蘇澳也已測到六公尺巨浪 而三號早上北部東北部地區已刮起強風 雖然颱風是靠近北臺灣 但也將為中南部山區帶來豐沛雨量 請隆林漁木組持續來監控各地降雨的情況 加強整備防範土石流 還有坡地災害的發生 未來它的行進的方向 行進的速度是比較緩慢的 那將緩慢的朝我們的東北方的近海上來前進 那深夜到凌晨這段時間 應該是最接近我們的時候 之後就會向東北方緩慢的迴轉 它目前的移動速度是比較緩慢的 所以在導引氣流比較不明顯的狀況下 那它的路徑的變化可能會有一些些不確定性的存在 氣象局預測在三號晚間一直到隔天 西南風持續影響之下 雨是集中在中南部山區 甚至預估達到大豪雨等級 因此不止北部地區的民眾要做好防臺 中南部也得防範大雨可能帶來的災害 有一次新聞二十五六星北新店採訪報導 小明星北新店採訪報導